哈喽,大家好,我是惠惠 山药出来拿来炒菜以外,还可以做成各种面食 非常适合平常不爱吃炒山药的小朋友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山药发糕 不需要特殊的模具,而且手部用粘面,够个蓬松鲜软 下面来看一下怎么做的吧 做发糕,你要选的这种铁柜山药,不要那种菜山药 把外皮去掉之后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到盘里 这些山药大约是250克左右 放到蒸锅中,上汽之后蒸1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用一根筷子压一下 能够轻松穿透就行了 取出来刀到一个大碗里 放入30克白糖 用压泥器给它压成山药泥 压得越细腻越好 然后加入180克的纯牛奶 3克的酵母粉 再打入一颗鸡蛋 加酵母粉之前,要确保山药泥的温度不要太烫 搅拌一下,让酵母粉完全化开 然后分次加入300克的高筋面粉 没用的话也可以用普通面粉 每加一次都要充分的搅拌一下 今天不需要揉面,只需要调成面糊 搅的时候你可以顺着一个方向画圈 像这种粘稠度就可以了 开上保鲜膜,先把面糊放到两倍大 准备一把洗干净的红枣 给它切成片 顺便把红枣糊去掉 然后再给它切成红枣丁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葡萄干也切成小丁 不喜欢吃葡萄干的也可以换成其他果干 现在这个面糊已经发好了 把保鲜膜接下来 把红枣丁和葡萄干倒进来 用筷子搅拌均匀 顺便排一下里面的空气 这一次搅的时候不要顺着一个方向搅 防止面粉起筋 准备几个小碗 在底部和侧面均匀的刷上一层食用油 油不用太多,抹均匀就行 把刚才搅好的面糊 装到四个小碗里面 再准备一个铲子 在上面抹点食用油 把表面给它涂抹平整 上面再放上一点蔓越莓干 再撒点黑芝麻 盖上保鲜膜 锅里加水 放好蒸屉 把水加到温热的状态 然后关火 一定是温热不要太烫 不然面火就发不起来了 然后给它二次醒发10分钟 时间到了 看一下体积明显变大 再次盖上锅盖 上汽之后 给它蒸火蒸25分钟左右 再焖5分钟 拔开盖子看一下 哇,太有食欲了 取出来 等到不烫手的时候 用手沿着边缘 轻轻地按压几下 再把发糕倒出来 里面一点也不会粘 装好的发糕拿在手里 感觉轻飘飘的 用手捏一下 非常的蓬松有弹性 拔开以后 看一下里面的蜂窝组织 非常丰富 还带着一点拉丝的状态 孩子说比面包还要香 如果你家宝宝平时不喜欢吃炒的山药 下次做成这种山药发糕 算认它一定很爱吃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